嗨,大家好,我是Aaron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Base 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 Mapre-Lews on HBase的一些基本原理 我们只是把一个大概的流程给大家简单讲述了一下 那么它里面具体调用什么接口,什么方式去实现 那这是我们这节课的重点目标 来给大家梳理一下 它如何去调用 Mapre-Lews提供哪些接口 来实行相当于统计分类 这样一个查询 那讲到之前呢,我们简单把上一节课内容简单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 那我们上一节课的时候呢,讲到了 HBase提供一些接口 来给Map去调用 那同时呢 这个提供一些接口呢 让这个Reducer写入 那么这个Map和Reducer呢 它也是我们 这个Map和Reducer 也是需要我们去自定义的 自定义的 我们使用普通的这个Mapre-Lews 是不能完成 它去统计 HBase里面相关数据 需要我们个性化 那么我们如何个性化 以及个性化结果是什么样 那我们看看我们的课程 那我们看一下Mapre-Lews on HBase的原理 那么我们去谈 任何这个一些原理 那我们肯定有什么 有输入项和输出项 对不对 如果说你连输入语言都没有 那你如何去谈这个统计查询呢 那么HBase的输入语言是什么呢 如果是你要去用Mapre-Lews on HBase 你的输入员是什么呢 那么HBase提供这么一种 Table-Import-Format-Base 这么一个输入员的积累 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我们是不是就想到了 我们之前在这个 Hadoop里面有 Fill-Import-Format-Base 这个是不是也是 Fill-Import-Format-Base 是不是 这个文件 是不是Hadoop里面Map的一个积累 读取文件的积累 那么同理 Table-Import-Format-Base 它是去读 数据 读表的一个积累 它这里面呢 我们有个Table-Import-Format 去继承了这个 Table-Import-Format-Base 这里面实现了什么呢 实现了一个Table-Split Table-Record-Read 那我们看 我们前面不看 看Split 我们就知道 这个肯定是分片 对不对 那么Table-Split呢 是不是基于这个表的分片 分片的目的是什么 分片的目的 是不是就决定了我们 要去使用几个Map 对不对 这样的话我们就 是不是可以根据我们分片的数量去申请资源 这叫分片 Split 有分片过后呢 我们是不是还得知道 我从什么地方去读数据 Record-Read 是不是 我是从HTFS上读文件 是从MySQL读数据 还是从HBase里面读数据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个Record-Read 它实现了什么 这是Record-Read的一些例子 那么综上所述 有个汇总了 那么这个呢 Input Format 提供了一个什么 HBase全表扫描的实例 Table-Input Format 将表拆成大小合适的块 提交给MapReduce来处理 这就是我们一个输入的地方 一个输入的地方 那么我们看看它的处理 既然你有了Input Format 是吧 你值不值得到Map了 那Map很简单 HBase提供了什么 TableMap的类 我们只需要定义什么呢 自定义 我们的输出的K是什么 输出的Value是什么 就可以了 那有些人说 那我们之前写MapReduce的时候 这个Map的时候 才有四个参数 输入的K Value是什么 输出的K Value是什么 有四个参数 现在为什么只需要定义两个呢 因为我们这个TableMap里面 它已经明确了 我这个输入的K 是什么 我输入的K 就是我们的RoleK 我们输出的Value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RoleK 对应的一个 一行记录 这就是 我们这个Map TableMap有区别 其他地方的区别 好 输入有了 Map有了 那想想看 我们又到什么地方 输出 是不是 那同理 这个 output format 它是不是我们 整个 输出的一个积累 那如果说我是想往这个表里面输出 那我是不是得去 自定义一个 什么 输出 那么HPS提供的 TableOutput Format 这么一个类 这个类能做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这个TableRecordWriter TableRecordWriter 这干嘛 这个是不是就是把这个数据 你要写到什么地方 你写到HDFS 还是去写到HPS 由 有RecordWriter 来决定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TableOutput Format 这个输出里面 它到底怎么去用 首先 它继承什么 继承Output Format 是不是 然后它这里面呢 它定义了一个TableRecordWriter 这么一个类 这个类干嘛的呢 有Writer的方法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写嘛 写到什么地方呢 如果说它说你这个Value 是一个put的类型呢 那么它就是去调用这个表的put的方法 如果这个Value是什么 Delete类型呢 那么我们就去调用这个表的delete方法 这个表delete方法 那么大家看到这一点就能清楚了吧 是吧 我们这个啊 自定的这个RecordWriter 做什么目的啊 很简单 是不是啊 就是 往HPS里面去写数据了 写完这个呢 写完这个呢 我们看到 Reduce的处理类 啊 也就是处理类 那么Reduce处理类的很简单 啊 它去定义了什么 我们这个 Kin 你MAP输出的K是什么 Value是什么 啊 我们输出的K是什么 啊 就可以了 它是非常简单 但是有些人说 那这个还是比较麻烦 对吧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式 哎 告诉你 HPS还是很聪明 啊 它提供了 它提供了两个工具类 一个是什么 Init Table Remap Job 所以你可以调用这个方法 去初始化你的MAPDUCE里面的MAP类 你只要去告诉你 我 你的表是什么 你 你 你Skin的 对象是什么 具体MAP是什么 你输出K什么 输出Value什么 Job什么 就可以运行MAPDUCE里面的MAP方法 你可以去调用啊 Init Table Reduce Job 你就去传出 我往哪个表去写 Reduce是什么 Job是什么 你就可以 就可以实现 我的 我的 这个 Reduce方法 那是不是很简单 对吧 很简单了 对吧 它提供这么两个工具类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呢 我们就记好啊 Table MAP Reduce Utl 工具类 工具类 那么在我们以后这个 这个学习过程中啊 这个工具类啊 用的非常多啊 那么最后啊 有个重要说明 说明什么呢 如果这里我问大家问题啊 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MAPDUCE里面有一个258兆的文件 那我请问大家 如果这次我去使用MAPDUCE框架统计里面的一些某些数据的个数 大家说 它会生成几个MAP 很简单 对不对 学了MAPDUCE都知道 对吧 128一个 128一个 两兆一个 是不是 生成三个 那么啊 为什么这个MAPDUCE里面的这个Split方法 它知道我要拆分几个呢 是不是我们的输入语言 语言数据 它的大小我们已经知道了 258兆 但是 我们去使用MAPDUCE onHBase的时候呢 你这个Skin的表里面的数据量有多大 我们知不知道 我们并不知道 那么你并不知道 过后怎么做Split呢 怎么能决定 我需要多少个资源呢 不能决定 如果说这都不能决定 那么我们这个MAPDUCE框架是行不通的 怎么办 HBase做了个折中 它怎么折中呢 说 如果你不管你有多少个数据量 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需要知道 我只按你的Reading来统计 Reading各数决定MAP数量 这点大家务必记清楚 也就是说 假如我有一百个Reading 但是每个Reading 一条数据 这个时候你也会 程序也会给他 申请一百个MAP 如果你有一个Reading 里面有一级一行数据 假如说 它也就一个MAP 这点大家务必清楚 务必清楚 好 那么我们这个MAPDUCE处理框架 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大家应该有个大概的了解 那么在后续课程当中 我们去实际编码的时候 也会带大家 逐步的去熟悉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这期课呢 我们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